我之前就在猜是不是他護照是被那邊的人扣住了 然後錢被扣住 他回不來 那也不一定是很強硬的扣住 可能是軟禁就是說 反正橘子你回去沒事嘛 那邊是誰 那邊是誰 阿伯不可能派一個人說你去日本 結果去日本有一個人把他頂住的 怎麼可能 有可能是收受政治獻金的人 然後用這種比較軟硬兼施的招數 讓他留在日本 然後等台灣事情處理完再回來 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 不然以橘子犯的這種罪行 我覺得坦白從寬 他回來其實沒有 就像律師說的 他其實沒有很重的罪行 那把這些事情說出來 頂多有可能是保管張物 或是洗錢 然後政治獻金 我覺得這個都是檢察官 可以給予重新量刑的刑刑度 那我覺得他不回來 真的非常大的疑點 那是不是他手機 然後這些錢包 護照都被扣住 然後他們沒辦法出來 然後反正那裡人就軟硬兼施嘛 你這些靈感是哪裡來的 你是有夢到嗎 還是說你這個小 就是懸疑片或是警匪片看太多 我知道橘子知道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所以那個包括柯文哲叫他去偷拍某些議員 甚至還有偷拍市長室裡面的人 偷拍的對象不是這個嗎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市長室 市長室也有 去見這個省慶金 然後去見這個張靖遠 其實都是橘子跟的嘛 跟我們說的都一樣 那隨乎在樓下等就橘子跟上去 就像主持人比較合理的猜測 如果橘子真的沒辦法控制的話 回來沒有沒有先兜好一些說法 事情都被扣出來 到時候沒收索 這些政治獻金到底進到哪些人的口袋裡 那我覺得現在還沒有真相大白 那USB Excel裡面記的 當然只是一部分 那如果橘子他自己有印象 然後有知道 沒有說好 事情都說出來 要怎麼樣 所以我真的是合理的懷疑 他在日本是不是受到某些組織控制 然後在台灣是不是有些人叫他不要回來 不然其實舅舅跟父親 應該也會勸說他趕快回來 畢竟這個他在市長室 是掛這個市長室的研究員 可是對公務體系來說 他就是一個約聘員工 約聘員工沒有什麼圖利 什麼違背職務收賄 因為他沒有張 沒有張可以蓋 他沒有辦法行使公權利 所以圖利跟收賄 其實不會辦到他身上 那我還是覺得 這個是非常合理的懷疑 就是說他的東西跟他的人身自由 是不是被控制住或軟禁 那如果檢察官真的可以飛一趟日本 然後找到他人的話 我覺得他是有機會回來 以現在的狀況 靠他自己單純的判斷 我是有傳染訊息跟他說 你就找你最好的朋友 你把事情跟他說 你要不要回來跟他討論 別人都不知道沒關係 可是要讓你的朋友知道你現在狀況 知道你的困難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幫助你